家人们好,今天用猪肝做一道好吃家常的下饭菜 先准备猪肝,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给它放到清水里 给它浸泡一会儿,去除血水 再准备一小把韭菜切成长段 切好放入碗中 两粒薄皮的大蒜,拍碎后再剁成蒜污 一小块生姜,拍碎后剁成姜污 再来四个小米辣,给它切成辣椒圈 全部切好后放入碟里 接下来把泡好洗净的猪肝倒入碗里 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胡椒粉 再来一勺料酒,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给它装满均匀,腌制五分钟 再找一个碗,放入两勺生抽,一勺蚝油 再加入少许盐,少许鸡精,白糖 一勺玉米淀粉,适量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调成料汁备用 接下来咱们锅里多少一点油 油热后把猪肝倒入碗里 然后快速滑炒一下 炒至猪肝变色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 接下来锅里再次倒入少许油 油热后放入姜蒜,小米辣 给它炒一炒,爆出香味 然后把猪肝倒入碗里 再加入咱们调好的料汁 然后再翻炒个一二三下 把料汁熬成农处 出锅前再把韭菜带倒入碗里 这样一道鲜嫩不老的炒猪肝就做好了 然后再翻炒一下 感谢观看